这个傀儡李好复杂 我觉得一点也不复杂 有些人破解不了谜题 但是又不甘心空手而归 他们就对岛主傀儡李 动了歪心思 歪脑筋 破坏了游戏规则 被杀被惩罚 这就叫罪有应得 倒是有点可能性 什么叫有点可能性啊 这位小兄弟 这件事情明摆着 也就是这样的嘛 江湖人要财不要命 那太正常了 江岑那货 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像我们这么冷静的人 太少了 你说呢 所以说嘛 这种时候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 相互信任才对 对吧 我有个提议 大家把搜集到的道具 都集中在一起 这样呢 才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破解谜题 完成任务 到时候我们一起把傀儡礼叫出来 大不了保护大家平分吧 平分啊 你看 还是喝酒的人最清醒 你想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勾心斗角 玩小心思的话 破解不了谜题事小 没准啊 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不能活着出去 简兄 我觉得傀儡礼很讲道理嘛 只要我们不惹他 他也不会来杀我们 所以啊 傀儡礼你先放一边 我们先破解谜题 好吧 啊 好 那既然我们大家呢 意见一致了 齐心协力 破解谜题 齐心 啊 我说什么来着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找到六块碎片 绝非难事 如果你们找到其他碎片 可以先交给我保管 我拿人格担保 肯定和大家平分 绝无私心 啊 我先手掌 还给我 我说你这老头怎么回事啊 这是我找到的东西 还给我 你找到怎么样 现在在我身上 我就不给你 我告诉你啊 这种时候不要炸刺 为了大家的利益 我杀了你也是有可能的 年纪轻轻的 不要动不动就杀人 不怕你捅了娄子 躲不住吗 敢问江湖名号 手指骨 拐杖剑 难道你真是生仙子 怎么 人头价值十万黄金的 江湖通缉犯 正是在下 兄弟们 你们听见了吧 他就是生仙子 江湖的通缉犯 人人得而诸之 我们大家把他杀了 到时候赏金平分 多少钱 十万 既然躲来躲去 你们都想杀了我 那不如 我把你们都给杀了 我先杀谁呢 我只负责记录 我不取钱 你们听见了吧 他把我们所有人都杀了 独到宝物 没准 江湖也是他杀的 好 就承受了 他把他们在座球上 他们都给委呗了 我 没